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次的簡陶妙計單元 那一樣就如同我們上次提到跟各位講的 就是我們接下來錄製一連串的 有關於EMS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上次介紹了所謂的EMS的一個介面管理之後 本次要針對EMS的一個議題是自我保護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相信大家常常都會聽到說 我有裝防毒軟體耶 可是等到你這台電腦已經被二翼程式碼所感染之後 你會發現為什麼我的防毒軟體被停掉 為什麼我的防毒軟體被移除了呢 好 那由於現在二翼程式碼其實都還蠻聰明的 應該說這個病毒設計者都還蠻厲害的 因為他們都發現現在的電腦其實都有所謂的一些相關的端點保護 所以他們就會開始去嘗試著說 我是不是可以在裡面加入一些元素 什麼樣的元素呢 就是在這台電腦裡面一旦感染了之後 我並不會開始立即做所謂的破壞 但是我會先去做一些簡單的指令的動作 那我可以把你的端點保護 先去做一個自我移除的一個機制 或者是幫你服務去進行一個停掉的一個動作 OK 那所以呢也因為這樣往往就造成一些管理人員的困擾 因為他明明就有裝防毒 但是因為呢這些端點保護他並在當下緊急危急的狀況之下 他並沒有辦法去發揮出他最大的一個機制 只能眼睜睜看的防毒軟體被停用或者是被移除掉之後呢 而這一個二翼程式碼就開始肆虐 所以對管理人員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在EMS10.7裡面 他們有創造出一些所謂的自我保護的機制 不管從檔案從基碼 或是從服務等等的這個部分 他都可以去做一些相對應的一些保護的一個措施 好那二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進入我們本次的議題 好那一樣今天一開始呢 我們前面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接下來錄製這個東西 我們都會針對在EPO的環境上面去做操作 那EPO呢我在這邊特別再強調一次就是 EPO裡面要去設定或者是管理這些產品的功能時 他必須要採用的一個方式就是修改你的原則 所以呢直接在原則目錄裡面去進行調整 那就如同我最早前面也講到 我們這一個功能會是放在common裡面 endpoint security comma 為什麼 因為我不需要 我今天如果上面有裝Fiveware 裝WebControl或裝ThreadProtection 我總不可能說這個自我保護 我在Fiveware要設定一次 在WebControl設定一次 在ThreadProtection再設定一次 好不需要 所以呢這些所謂的就是 公用功能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所謂的一個 common裡面去做 統一設定 只要設定好一次之後 這上面所有的模組都會被自動套用 這個這個部分 所以呢我們一樣我們也是進到common裡面 去選擇我們要去修改的原則 確定好之後呢去點選編輯的這個部分 那進到這個policy裡面來的時候 我還是要強調一個 你必須去點開所謂的一個完整的一個顯示頁面 那透過完整的一個進階的內容呢 我就可以去知道 哪一些功能才去我要去做一些調整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點開來之後呢 其實 其實Five在這一段雖然他把功能表做的很長 應該說把他功能做了一個很長的表列 可是他在左手邊的這個區塊裡面 他會把每個功能去做一個所謂的一個區隔 比如說你是介面管理 你是自我保護 甚至於說你是有排除等等 或者是一些工作的部分 他都會幫你做好一些分類的一個標籤 所以呢接下來我只要找到自我保護的這個標籤就可以了 好那在自我保護的標籤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這個功能是屬於開放式 什麼叫開放式呢 管理員他可以自行的去決定我要不要去啟用 所以呢在這上面呢 有一個叫做啟用自我保護的一個勾勾 好那除此之外是他可以針對檔案資料夾 或者是登錄檔就是我們俗稱的基碼 以及處理程序等這三個要素來去進行個別的保護 那當然如果說了解作業系統的人 也許他會覺得說 我檔案我不需要去做保護 我只要針對基碼跟所謂的處理程序 只要我的處理程序不被移除 也許在作業系統裡面他有相對的權限 可以不被做任何的更動 那當然有人會覺得說 哇這樣很麻煩 或者是我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去做一些排外 那怎麼辦呢 因為就是有一些程式他可能會跟你的EMS去 也不要說Cowork 也許之間他會有一些所謂的交錯關係 那這時候呢我們可以去進行所謂的處理程序排除的一個部分 而這個處理程序排除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畫面上面的一個框框 來去告訴大家 把這個處理程序的全名把它輸入上去就可以了 例如假設有一個叫ABC.EXE的處理程序 他需要跟EMS去做排除掉 以免在自我保護上面來講 有所謂的交互的作用等等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排除 那這樣的介紹 不曉得各位清楚了不了解呢 好 那透過以上的介紹你就會了解到 我們ART團隊是對於產品的熟悉度來講 是相當高了 當然不只是美幣 其實呢 在我們公司所擁有的 不管是代理或者是銷售產品上來講 我們的專業ART團隊都會對這些產品有非常熟悉的使用 以及非常多的一些know how 那我們藉由影片的方式來拍攝給各位 所以你有任何的問題你也可以跟我們ART團隊做聯繫 或者是我們可以直接提供這樣的一個影片 讓你可以在了解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其實是有更一層的一個活潑的一個表現方式 OK 好 那以上就是本次的錦唷妙技單元 如果說呢 你想要看我們去拍攝有相關的 或者是一些產品的一些使用啊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一些進階的應用呢 你可以在下方 你可以在我們的頻道下方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那或者是你可以透過email來跟我做一個聯繫 如果呢 您對於本次的一個我們的頻道內容呢 你覺得非常的有幫助 我們也歡迎你也可以給我們一個讚 來多多鼓勵我們 好 以上就是本次的錦唷妙技單元 來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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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